玉里救国团和台九县救难协会在玉里圆环举办了 义工有岸热血台湾的捐血活动 会长郭素兰还有志工们一大早就到场 纷纷玩起袖子捐输一代代热血 总共募得了163代 而连日多日好雨之后呢 难得天气放晴了 很多民众也把握好天气赶快来捐血 玉里救国团与台九县救难协会 在玉里圆环办理义工有岸热血台湾捐血的活动 会长郭素兰以及志工们一大早都到场纷纷玩起袖子 捐输一代代的热血 共募得163代 连日多日好雨难得天气放晴 民众把握好天气热情踊跃来捐血 玉里正每个月都有捐血活动 玉里救国团郭素兰会长说 喜逢救国团69周年了 10月份全国各地纷纷办理公益活动 像是亲近家园与弱势关怀 慰问以及关怀 一公有爱热血台湾万人捐血活动等等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可以助己又可以助人 我们希望说民众们能够永远来捐血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救国团希望尽一份心力来鼓励大家 永远捐血帮助需要的人 让温暖隐满社会 行动关怀社会 这次共募得热血163代共计 40750cc 更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响应捐血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博德